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的人很喜欢养宠物 有的人喜欢养猫养狗 还有的人喜欢养鸟 但是这世上有些动物的身价 却是很多宠物空门无法承受的 动物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 从家义户晓的金龙鱼 到火焰在历史上的阿拉伯赞马 都是非常贵的动物 它们可能价值数百万 你想知道它们有多贵吗 这次 老王就带你去看一看 世界上最值钱的十种动物 说到黑色的鸡 一般人都会直接联想到 常用来炖煮补汤的乌骨鸡 但其实 在印尼有一种西马尼骨鸡 黑的更透彻 西马尼骨鸡 是一种原产于 印度尼西亚的现代鸡品种 该品种为罕见的黑鸡 不仅全身漆黑 包括其骨骼 与内脏也是全黑的 仅有它的血液是红色 不过这种品种的黑鸡 虽然全身黑 它成出来的鸡蛋 却是米白色的 而且必须人工孵化 才能预出下一代 由于相当罕见 当地被称为鸡中的蓝宝基尼 一只要价2500美元 是世界上最贵的鸡 然而 当地人把这种鸡 当作吉祥容易的象征 西马尼骨鸡 是予呈黑色 是由于它们的祖先 在800年前出现的遗传物质的突变 而形成一种纤维色素的特质 这种特性 能促进黑色素细胞增殖 此外 西马尼骨鸡的肉 含甜量极高 对产妇有很大的益处 老王虽然好奇这种鸡吃起来 会是什么口感 但看到昂贵的价钱 老王还是觉得乖乖吃无骨鸡就好 像比于大多数猴子 德布拉扎猴 有着让人过目不忘的外形 粗厚的眉毛 搭配头饰的发型 以及白色的胡须 让人们亲切地称呼它为 爷爷猴子 德布拉扎猴的又称为沼泽猴 最先发现于非洲中部的湿地 人们很难找到它们 它们有着先天的隐藏人力 它们拥有约22年的寿命 随着地球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 一些原始生态环境的破坏 导致德布拉扎猴的生存环境 均在经受严峻考验 此外 德布拉扎猴 是一个售价非常贵的品种 如果你能找到的话 它可以卖到大约7000美元 巨嘴鸟 这种鸟的嘴非常漂亮 大鹅彩色的嘴 是巨嘴鸟的标志 它们通常是森林居民 或非歉意者 它们每年只会繁殖一次 吃鸟胶配后几日内 就会生蛋 每次生约二至四粒蛋 据说巨嘴鸟在黑市的拍卖 最低也需要5000美元 有的高达1万美元 像名字一样 巨嘴鸟 是世界上嘴巴最大的鸟类 和普通鸟类不同的是它的叫声 像极了青蛙 巨嘴鸟需要大量的果实食物 且育于患上学生病 持养上要特别小心 现实 有保育计划来增加它们的数量 盘扬 盘扬生活在中亚的众多山脉中 其分布地区从阿尔泰山脉 南西伯利亚 蒙古国 西藏 天山山脉 一直到联波尔和帕米尔高原 它们可以在7000米的高处生存 由于狩猎 以及家畜的竞争 盘扬几乎到处都变少了 所有亚种的数量均减少 在整个亚洲 盘扬的总数估计少于8万头 为什么盘扬会越来越少呢 有一种说法 是老龄雄性盘扬 由于极大的脚妨碍 往往无法踩死 被活活饿死 还有就是随着它们年龄的增长 脚向内盘旋的角度 会越来越大 然而生长方向 并不会避开它们其他器官 而是直直地戳在脸上 甚至戳断脸下的神经 盘扬的寿命也就此结束 也许 这就是盘扬的生存法则 它们没有任何方法 来逃避它的起脚伤害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寿命结束 盘扬的脚 长度大多超过190厘米 同时 更是投掠者们的最矮 这是因为单单一对羊脚 就可以卖到5000美元 此外 一只成年的盘扬 价格更是高至1万美元 棕驴凤头鹦鹉 棕驴凤头鹦鹉 不像大多数的鹦鹉 通常都是鲜艳的颜色 这个是黑色的 在它的头顶有一个可见红点 棕驴凤头鹦鹉 最开始是在1788年 被德国自然科学家发泄于澳洲昆斯兰 是澳洲最古老的鹦鹉品种 通常以建国为食物 由于它不会挖树洞 一般利用树上的天然空巢住卧 由于它们的体型大 尾巴长 要求的树洞也特别大 有时 甚至超过100岁的古树 由于它们的后代存活力较低 因此虽然受到了澳洲政府的保护 但整体却在一直减少 而且 它在国际宠物资产很受欢迎 售价达2万美元 但人工繁殖较困难 所以盗补现象很严重 种群数量受到威胁 阿拉伯马 马是高贵 而又有灵性的动物 它是人类中时的伙伴 它在人类的历史上 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 从玩马到战马 再到赛马 从没有离开过人类的视线 阿拉伯马 属于最古老的品种之一 聪明 火月 极富有耐力 头型独特 尾巴高颂 容易被分辨 源于4500年前 在历史上因战争及贸易 而又中东散布置世界各地 并且用来混种 差不多所有现金的骑程马 都有阿拉伯马的血统 它的身影 曾出现在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争中 甚至如今 很多名贵的马种身上都有它的血统 下面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阿拉伯马多少钱一匹吧 阿拉伯马的价格 在18000至25000美元左右一匹 准选阿拉伯马的价格 8万至20万左右 这匹有阿拉伯马血统的马 名字叫绿猴 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马 它只是为比赛而生 在2006年的拍卖会上 它的售价为1600万美元的价值 两年后 2008年2月12日 此匹马在创造了1万美元的奖金后 龙光退役 白狮 白狮子 是由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 所致的毛色变异成白色的狮子 白狮子 并非得了白化病的狮子 有科学家研究表明 白狮可能是一种远古的品种 生活在北极等较为寒冷 根据猜想 白狮像北极熊一样 白狮的皮肤 可以和环境融为一体 避免被猎物发现 因此 白狮是狮子的保护色 后金生物演化 这一物种逐渐消失 但白狮毛色的基因 仍存在于现今少数黄色非洲狮的体内 尽管白狮是分析 但并没得到足够保护 环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会网站介绍 上世纪70年代 欧洲人发现白狮后 就开始以猎杀白狮为娱乐 或者将白狮圈养 甚至送到动物园 以某其商业利益 1994年 最后一直野外生活的白狮失去 从此开始 一段12年没有野生白狮的时期 关于白狮子现存数量的统计 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 南非现存的白狮子数量为30头左右 2009年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仅存500头 是一种比大熊猫数量更少的珍惜动物 然而它的幼宅 目前的价格为15万美元 白金龙鱼 金龙鱼是现今仅存的少数古生鱼类之一 约在2.9亿年前 就有金龙鱼的存在了 成鱼会将卵铲在嘴里 然后直接腐化 因此被人们称为龙土猪 同时 因为彩色鲜艳 更被人认为是富贵的象征 然而物以稀为贵 金龙鱼的数量少 所以价格也高的炫乎 但是白色的金龙鱼 比普通的金龙鱼是贵上好几倍的 金龙鱼本来就不便宜 而这种金龙鱼中的极品 价格高达30万美元 而且要注意的是 白金龙鱼与银龙鱼是不一样的 既然是白化体 那么眼睛为红色 白金比银龙要白 凌智厚大 珍贵纯种的白金龙鱼 市场上很少见 杖鱼取源于中国 尼泊尔和西藏的古代游牧文化 它被当地游牧使用 以保护杨免受掠食者的袭击 用于驱逐豹子和狼 由于杖鱼为凶猛的权重 因此一些城市 已经立法禁止持养 包括杖鱼在列的大型猛犬 近年来 在香港发生了几种杖鱼摇伤徒人 甚至主人的事故 但其实杖鱼十分的忠诚 也很勇敢 甚至遇到考虑它们 也会保护它们想保护的东西 只是它服从性较低 顾需要较长的训练时间 训练难度也比较大 杖鱼是最昂贵的狗 杖鱼的平均价格是60万美元 杖鱼除了十分昂贵外 它也是全球最大的权种之一 杖鱼最大的品种 以上鲍站在身高超过32英寸 重量超过150磅 杖鱼有很多不同种的颜色 包括黑色、棕色、红色和灰色 纯白色的杖鱼十分的罕见 白色鳄鱼 这些与众不同的白色鳄鱼们 有着一双恐怖的眼睛 往往让来访民众大吃欲惊 因为身体缺少黑色素沉淀 导致眼睛呈现粉白色 皮肤则称雪白色 其中在美国佛罗利达州 奥兰多的鳄鱼岛主体公园 内有四条罕见的白话短纹饿 它们可是公园的活招牌 原方为了补充白色鳄鱼们 需要大量的维生素D 供应鸡肉、鱼、红肉和维生素补充物 也经应不改善了它们的食欲 其实 有白话症的鳄鱼 体质相当虚弱 对光很敏感 需要细心的照顾 而且无法和一般的鳄鱼共同相处 因为容易被同类攻击 对于所有动物来说 换了白话病都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白话动物很受奢侈品四场追捧 会有许多不消业者 会将它们的皮 制作成昂贵的皮包或手带 专家表示 平均100万条鳄鱼里 才会有三头白话鳄鱼 相当虚弱 история 相当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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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